劇集裡面還有一點就是編輯 但你剛剛錄錯你可以刪除 可以重來一遍 然後這些都都 然後編輯的話特別注意 按下編輯 你會發現他就幫你跳到你剛剛錄製的程式裡面 他的結構一定是會是一個sub sub我剛剛講過了 就是副程式 副程式的名稱 叫我們剛剛給的名稱 後面一定會有小瓜糊 然後一定會有and sub 中間就是我們寫的程式 然後呢上面這個單引號開頭是註解 所以其實上面東西我習慣先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之後的話呢我習慣是 加個註解啦 比如說我第一個步驟做什麼 第一個步驟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第一個步驟是做 前面一定是單引號 切一下那個 輸入吧 單引號 然後呢 1是 游標放在哪裡呢 有沒有 14.slate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剛剛 所以以後 如果你 假如不想用錄的字寫也可以啦 OK 第二的話呢 把ActiveSale 指的是你因為游標放進去了 所以 目前ActiveSale 就14嘛 它裡面放什麼 放這個公式 Formula 有沒有 那Formula後面有個R1 C1 指的就是說 它是算相對位置的 R值的是列 C值的是Column R沒有的話 表示同一列 C2表示說 它跟 對應的那個 ActiveSale 相差 兩欄 意思是向右兩欄 不過還有別的方法 我後面會再講 你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它錄下來會是 R1 C1 那能不能改 當然可以改 只是說我們暫時先知道一下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其實就是 AutoFill 它向下填滿 所以你可以 所以後來改 改完之後 也許你可以在這個上面加一些註解 註解的範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雲端上面這邊有 這個是我改好的 我先把這個拿來當成參考 有沒有 把這個 這一段 蓋過去 有沒有 1 2 3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主要用意就是說 你至少可以透過聚集 錄製 順便 學習BBA 也許剛開始你看不太懂 沒關係啦 至少 那個註解加上去之後 你會比較清楚一些些 這個慢慢累積 然後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清除的部分我是 底下這個 一樣改 所以以後的話你錄完之後 不就是把它 就不要把它放著啦 因為你如果錄下來你沒有去做註解的話 你會看不懂 以後你要用 你也不知道到底怎麼用 但是你如果你慢慢去 改 你會越來 增加你的經驗值 所以第一個 我們大概就把它改出來 大概產生這樣的結果 可是問題 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是透過錄製的 我們沒有做任何事 所以 如果我今天 希望 我們手動來撰寫 VBA程式的話 那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大概你可能需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 一樣 我們這邊 我是剛剛做完了給各位看 Demo 我們要做的話 變成說 我們就不是從錄製區級開始 我們就要 再往右邊 往左邊 切到什麼 Visual Basic 所以我們之所以叫VBA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哪裡 在這個 OK Visual Basic 那點開來特別注意 它預設的環境 會長得像這樣 其實你剛剛按編輯也會 會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要開始撰寫 我們的那個VBA程式的話 基本上你可能要先注意幾件事 一 你一定要先寫在模組裡面 OK 寫的位置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因為剛剛 我們有錄製劇集 它會幫我產生模組 那你也可以把它寫在這個模組的底下 是OK的 那也可以怎麼樣 你另外再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把你的程式寫在模組裡面 比如說我這邊再插入一個模組好了 那模組就會產生一個空的 意思是說 我另外呢 把程式寫在另外一個地方 你可以把 程式分開來 所以未來你有很多個模組 也是OK的 不過我是建議 剛開始學習的時候 不要太多的模組 因為呢 就像之前有同學 他開太多個了 然後這邊寫一點 那邊寫一點 然後最後找不到 到底放哪裡 甚至還有寫 重複的東西 那就麻煩了 所以盡量 你要不就把它集中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寫 我把它移除好了 這個移除 按右鍵 OK 假如說我今天要撰寫 總共會有 兩個按鈕 加兩個方權 實際上寫出來 結果就這樣 他程式其實非常的短 大概就是 幾行程式而已 不過你每一個字 每個字都要自己去敲出來 然後你可能需要什麼 需要 去了解 儲存格 要怎麼去定義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Sales的物件 你要知道說 把東西 怎麼從這邊丟到那邊去 的相對應位置 這個當然我們後面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的那個 你們寫好的 劇集 錄製好的劇集 先做一件事 編輯一下 然後把 上面原來沒有的註解 請你把它加上去 那至於上面應該要輸入什麼樣的文字 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不見得一定要寫的跟我一樣 你可以寫簡單 你也可以寫複雜 像之前有同學很認真 寫一堆 把上面當成筆記一樣 可不可以 打一堆 我看 上面寫的密密麻麻的 因為他 認為說他很多細節 他都想要記錄 有沒有問題沒有關係啊 反正 只要是 前面單引號的 都可以 OK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再熟悉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